第1006章 见机虚异 血跃天国 枯骨筑起的金光化为封尘 血海形成的冰川开始融化 血肉铸就的陵墓悉数崩塌 数万数十万树林成片成片的寄灭 经营千万年的血跃祖庭毁于一旦 包皮 双子 星红侍女 夜影牧师 祝福天使等仆鼠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家园崩毁 这里面每一处建筑都是他们辛辛苦苦建造的奇观 每一处江河都郁郁着成千上万的树林 包皮双子哭泣道 至人至善的主啊 这样真的值得吗 值得 血跃极主站在祭坛上 调动血跃天国构筑无数年的奇观 枯竭血跃天国的七大世界秘域 堪称是将整个国度压上堵桌 庞大的过去 只为了连接庞大的未来 血跃极主双眼流出血泪 狼尾已经炸毛 幸好有死亡 才有那么多不朽 不仅仅是他 全知之主 空想乐主 无见冤主都在做相同的事 如果只是对付一位传奇术师 自然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 但问题是他还是捂住神的触觉 虚敬的反噬 潮乎想象的剧烈 更重要是 当时唯一的竖法 至高发怒了 凌驾于天堂之上的星之海洋 正在降下点点星光 如同唯美璀璨的雨 当神主们发动神迹时 他们的天国 必须在天堂显露出来 当这些星域落在他们的天国上 就像一颗接着一颗恒星 砸到他们的天国上 仅仅花了几个小时 繁星就已经初步掌握至高的权杖 因此 神主们只有一少部分 威能落到红宝石山 绝大多数都消耗在 抵抗虚敬的反噬 以及至高的怒火 但他们必须要 抓住这次机会 相比起地狱 晋升半神 才是亚修西斯最大的危机 如果他们不抢走至高的猎物 那么他们 迟早就会成为至高的级品 所以 为了至高之路 请下地狱吧 亚修西斯 血月极主 他们带着期盼 注视红宝石山 却看见地狱下多了一个人影 是凡星想杀我 不可能 亚修瞬间 就否决这个可能性 凡星杀了他 那其他人 就可以抢夺至高权能 凡星不但要面临更多挑战 而且回收至高权能的难度 上升数倍 只可能是四大神主 他们的神迹 渗透到众星天目 有可能 再次发动神秘锁链 我拥有最多的至高份额 却连半神度不适 只有我死了 他们才有更多机会 踏入至高界限 但这么劳实动众 居然只是为了折断我的 虚意 我还以为会直接降下一道神迹 砸死我呢 大概是术师晋升半神时 会受到虚境保护吧 亚修抬头看着地狱 与亘古长存的地狱相比 他简直是 微不足道的尘埃 这就是拉结石那时候 面临的压力啊 他尽可能发散自己的思绪 好让自己不要害怕 但他做不到 灵魂的剧痛 无时无刻不提醒 他虚意折断的事实 他已经没有翅膀 去背负四重地狱 他要被地狱压死了 神主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地狱半神 未必能对付 拥有至高为宇的半神 但地狱肯定能镇压 只有至高为宇的术师 亚修都懒得想 自己有什么破局办法 破局的前提是 神主愿意跟你玩 有规则的游戏 现在神主直接先捉下场 搞你 就像是大人拿着冲锋 冲进畜牧场 突突拉拉肥 拉拉肥怎么反抗 这种不讲理的耍赖 但当他听到后面的脚步声时 亚修心里一颤 他转过头 看见剑机站在他旁边 这个扎着单马尾的 红发少女 仰起头 看着地狱 背后的四道 虚异灵动耀眼 感叹道 原来我们就是天使啊 你 你的虚异折断了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知道你死定了 索尼亚歪了歪脑袋 你总不会要我抱汗终身吧 我也来 迪亚跑过来 小腿一直在缠 剑机都去了 我也要和亚修一起地狱 不就是地狱 连利丝都不怕 我自然也不怕 你以为是什么蜜月旅行吗 亚修哭笑不得 跟你一起还不算吗 迪亚反问道 那我也来帮忙吧 威瑟提着银灯接近他们 笑道 希望虚静当我是神灵 比增加你们的噤声难度 维西本来看见亚修哲义 就猛了一下 但看到剑机他们 居然一个接着一个 闯进地狱试炼了 他的神情呆滞的 就像是看见拉拉肥 成为数法至高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在干什么呀 维西直接破阴了 他几乎快要疯了 你们几个人 一起参加地狱试炼 你们知道 难度会增长到 多离谱的程度吗 我只知道 我们不帮忙的话 亚修会死的 索尼亚平静说道 维西说道 是 但也只是死他一个呀 到时候 你们成了半神 再去地狱唠他出来不行吗 众人眨眨眼睛 好像确实可以这样 但很快迪亚就摇摇头 我们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亚修死在面前 那你们赶紧退出虚境 别看不就行了 威瑟忽然问道 我们人数会不会太多了 亚修需要几个人帮忙 没有 亚修折断了四道虚翼 所以你们人数不仅没多 甚至 维西摇摇头 忽然意识到什么 凝望着亚修 但亚修没看他 仰头望着沸腾裂变的地狱 平静得好像他才是旁观者一样 亚修 维西问道 你没话跟我说吗 说什么 我在等待你的 令令 维西问道 你不是就算死 也要拖着我一起下地狱吗 亚修终于转头看了他一眼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帮帮我吧 维西 这不是命令 这是请求啊 维西无脸 深呼吸一口气 懊恼地跺了跺脚 心不甘情不愿地 走到亚修身边 我的底层命令里 还有保护你这一条 幽魂先知撅着嘴 只要我意识到 你有危险 就必须帮你 你有没有命令都一样 谢谢 事已至此 亚修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不仅要一起奔赴地狱 还要挑战史无前例的 多人晋升 而且作为最强的亚修 只剩下最后一条维雨 情况真是糟糕啊 他心想 不过亚修心里 却没多少胆怯 仿佛只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所在之处 便是魂牵梦宁的天堂 他们屹立在 红宝石山的顶端 终将要成为 背负地狱的天使 我也没听说过多人晋升 维西有些紧张 但理论上会逐步落下 五重地狱 第一重 我们一起承受 然后留下一人 剩余四人 一起承受第二重 再留下一人 如此类推 维西说到一半就停了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 考虑背负地狱的顺序了 只见沸腾的黑暗 忽然裂变成五块 每一块 都比原来更加庞大 每一块 都比原来更加沉重 无数呼啸从里面传出来 地狱半神们 也意识到有 狂妄的术师 挑战史无前例的 多人晋升 技术法之高诞生后 他们又要迎来一场狂欢 虚境果然不会让我们钻空子 维西的声音 苦涩地像一个 看见主人闯祸的女仆 地狱分成五块 同时对五人试炼 不仅所有人 难度大幅度增长 更重要是 这样一来 他们就无法互相帮忙 他们根本无法为亚修 背负地狱 该死的 还是要死 天国的四大神主松了口气 别说幽魂先知 他们也没见过多人 晋升这么白痴的鲁莽 至少 索尼亚捏紧亚修的手 我们到最后一刻都在一起 亚修傻傻看着眼前的女孩 抬起手又放下 但最后 还是抬起手 抚摸女孩的俏脸 索尼亚脸红到耳根处 两人羞涩的他们 好像第一天认识 死狂你干嘛 或许还有其他办法 你这样 我们会前功尽弃的 你疯了 疯了 该活的 一定会活下来 亚修晃了晃脑袋 狐疑地看着其他人 但此时 大家都在仰望地狱 维西一脸绝望 威瑟露出释然的神色 反倒是迪亚不再害怕了 可她刚才好像听到 他们在说话 应该是因为恐惧 而产生的幻听吧 但当亚修再次看向索尼亚 却看见 她微微煽动的虚翼 泛起奇异的雾光 随着她的视线 一起注入亚修的灵魂 与此同时 她的至高虚翼 也扬起奇异的光辉 化为银河 流入索尼亚的灵魂 亚修 维西 最先注意到 异样 你的虚翼 在众人的注视下 亚修本该长出 白银之翼的位置 一点一点 凝聚出紫红剑色的虚翼 检测到干员们 共同进行超高难 绝境任务 消耗40颗元金 临时提升羁绊等级 以调整难度 临时提升到六级 羁绊等级 六 100%经验共享 五级特殊效果 虚翼共享 你们的虚翼 互相渗透共享 你会成为他们的羽翼 它们会成为你的翅膀 六级特殊效果 死狂 每逢危险绝境 你的术法境界 会临时提升 无上限 第1007章 互相染色 如果说树灵是树狮的情人 那虚翼就是树狮的爱慮 树灵 你可以有很多 可以按喜好挑选 可以随意更换 就算所有树灵都离开 你都无所谓 因为你只要有能耐 都可以东山再起 但虚翼不一样 虚翼是私人的 不可以更换的 必须要小心翼翼爱护的 没了虚翼 那树狮就等于一无所有 树狮一辈子可以 有很多树灵 但能陪伴它走过一生的 只有虚翼 然而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在红宝石山的顶端 在众人的注视下 第一次被打破了 好美 迪雅难难道 众人 傻傻望着亚修 背后张扬展开的紫红剑翼 片片羽毛 如同剑刃堆叠出 优雅的弧度 赤裂的羽光 既像是烈焰 又像是剑锋 将亚修的侧脸 照出一种狂妄暴力的色彩 他们都看见亚修的虚翼 在刚刚被折断了 而这种颜色的虚翼 也绝对不是亚修自己的白银虚翼 更重要是 他们能从紫红剑翼 见到另外一人的魂彩 撒 在亚修长出紫红剑翼的时候 索尼亚的虚翼 也在进行蜕变 白银 黄金 彩虹 剑色 余上那些华贵的色彩 一点一点剥落 就像绝世真品出世前的仪式 又像是毛毛虫 进化成蝴蝶钱的剪落 世俗的流光溢彩 再也蒙蔽不了他的心意 繁华落尽 忠诚历刃 当最后一道杂色退落 四道赤裂明亮的紫红剑翼 在剑机背后徐徐展开 这一刻 就连地狱都为之停滞 红宝石山的山体 翘无声息 多出树道深入核心的裂痕 在越来越狂暴的气流里 剑机的眼神 却越来越温柔 紫红建议全力展开的瞬间 迪亚他们都快要展开圣域 来抵抗铺天盖地的风锐 然而铺面而来 只是轻柔的威风 好 奇怪的感觉 索尼亚说道 就像是我有一部分在 你心里 你也有一部分在我心里 我们既不算是合而为一 但也不再是互相独立 你讨厌吗 亚修问道 很讨厌 这种自己不再属于自己的感觉 索尼亚盯着亚修 直到后者露出自己 被嫌弃的郁闷 她才嘴角上翘 微笑道 但只有你是我唯一 愿意接受的例外 这是怎么回事 反应最激烈的 居然不是迪亚和威瑟 而是小女仆维希 剑机的灵魂虚异 长到亚修你身上就算了 但你的至高为宇 怎么将剑机的虚异染色了 作为半神术师 幽魂先知 维希什么没见识过 亚修你居然还能用 唯一染色剑机的虚异 虽然没见识过 但凭他的眼界 还是能一眼看出来 亚修与剑机的紫红剑意 已经超越了 迎经采意的前四虚异 甚至连地狱虚异 都无法媲美 虽然可能只是暂时 多了一层之高色 但两人虚异的威能 已经连半神 都要为之胆战心惊 与神主抗衡 也不是不可能 解释 欧罗拉的术师手册 太麻烦了 亚修简单说道 我和你们的羁绊等级 除了能让我分享 你们的术法经验外 羁绊等级高了 我们还能共享虚异 现在这个情况 大概就是剑机的 虚异跟我共享 帮我凭空凝聚了紫红剑意 我的虚异 也跟剑机共享 帮他的四道虚异 染上之高色 主人 维希 瞬间整个人挂到亚修身上 眼睛亮得好像亚修 是什么大宝贝 亚修 还是第一次 听到他喊主人 喊得如此由衷 快提升我们的羁绊等级 要怎么做 亲吻 还是连接 我们在虚异太受限了 要是在现实 我立刻空降过来 跟你将羁绊提升到极限 先不提 迫在眉睫的地狱试炼 光是能提前体验之高权能维希 就已经无法拒绝 亚修 甚至能猜出他的真实想法 他现在喊主人 并非虚情假意 但等下 如果有能力切断红宝石锁链 那他报复其亚修 也绝对是真情实感 道德规范 已经完全不是用这条毒蛇 自己的心意 才是他唯一遵守的法则 亚修推开女仆 没好气的 我也不知道 这次是突然 检测到干员们 共同进行超高难绝境任务 消耗40颗圆巾 临时提升羁绊等级 以调整难度 备注 检测到库存圆巾不足 自动扣除点数购买圆巾 提示 黑白魔女的羁绊等级 临时提升到5级 当亚修凝聚出第二道粉巾10亿 魔女的四道虚翼 也退进色才染上粉巾 魔女族下的红宝石山裂痕里 甚至开始涌现出流津河水 但丝毫没有影响 她的时光 岁月仿佛都对她温柔起来 迪亚飞过来 抱住亚修 身体微微颤抖着 明明她当时已经不再害怕了 但在亚修怀里 她又变回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 福音神灵会帮你吗 不会 她告诉我了 我一死她就回福音 魔女抽了抽鼻子 枉我这么喜欢她 害怕吗 不怕 魔女紧紧抱住亚修 食指像刺一样勾着她 能跟爸爸一起共赴战场 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亚修虽然想纠正她的称谓 但还是没说什么 轻轻将她揽入怀里 检测到干员们 共同进行超高难绝境任务 消耗40颗元晶 临时提升羁绊等级 以调整难度 提示 永夜银灯的羁绊等级 临时提升到5级 感受到身体里的异样 微色微微一正 笑道 我也可以吗 她展开五道素银虚翼 作为神灵 她的虚翼本就不是 银精彩翼四色 但随着亚修 长出第三道银灯光翼 微色那些近乎装饰的虚翼 忽然变得厚重凝实起来 无数树立汇聚成她的虚翼羽毛 神灵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虚翼肆意张扬的张开 就像是在重温术师的虚荣 神灵想自主施法 只能依靠原精与术师 无法凝聚术力的他们 从一开始就是工具 区别只是作为世界的工具 还是术师的工具 但微色打破了这个界限 她以神灵之身 执掌树立权杖 当她落到亚修面前 她提着的银灯 几乎将红宝石山都染成银色 或许是因为拥有自我意识 虚敬执拗地将身为神灵的她 视为术师 但现在她真的是可以 背负地狱的术师了 确实是很奇妙的感觉 就像是我成为你的神灵一样 微色歪了歪脑袋 笑道 这一次也要好好使用我 亚修 我呢我呢 微系已经迫不及待了 双手合十 期待地望着亚修 该轮到你第四喜爱的女仆了吧 检测到干员们 共同进行超高难绝境任务 消耗40颗元金 临时提升羁绊等级 以调整难度 提示 恶魔女仆的羁绊等级 临时提升到四级 亚修与微系都感觉到 双方好像亲近了一点 但远远没有那种近乎合体的程度 微系眨眨眼睛望着亚修 亚修郁闷地看着她 我们之前的羁绊等级太低 提升了 也还没到可以共享虚异的程度 第1008章 亚修的四一条横 剑姬 魔女 银灯之前都是四级羁绊 临时提升到五级 就能触发虚异共享 而维系只有三级羁绊 临时提升一级 也不过是四级 说起来奇怪 大家都是四级羁绊 但只有剑姬连续提升两级 魔女和银灯都只能提升一级 为什么我们羁绊等级会低 维系傻眼了 亚修贪贪手 因为我和他们都是真心相爱 你自己检讨一下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 事实也的确是事实 但剑姬魔女 银灯听到这句话 表情都有些复杂 总感觉有人侮辱了 真心相爱这个词组 那问题肯定不是我呀 维系插着腰 一副委屈巴巴的可怜模样 我已经真心喜欢你了 原因只可能是你 那我解除锁链后 你会干嘛 给你套上锁链 你连骗都不肯骗一下我吗 反正又骗不到你 维系抬头望着沸腾狂怒的黑暗地狱 焦急说道 那我怎么办 没有你染色 我也未必能背负难度 提高这么多倍的地狱 如果我要死了 我肯定也要拖着你一起 亚修也很无奈 因为他知道 维系说的大概是对的 问题确实出在他身上 维系并不是那种 灭绝人性追求力量的类型 相反 他是那种感情丰富 放纵爱恨的类型 上辈子的仇重生后再报 简直是他的基本操作 谁得罪他就要被他祭仇一辈子 他只是可以为了力量 放弃一切 无论他的话是真是假 但绝不会让情爱影响他的决策 如果需要利用感情 他绝不会有丝毫迟疑 但亚修没法这样逢场作戏 正如剑机所说 他对维系还有恨 所以 羁绊等级没法提升上去 你又不会死 亚修说道 你不是还有魂匣吗 呀 维系一正 玄机点了点头 虽然是这样 但魂匣重生 一切都得重头来过 我还是希望能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有魂匣 才这么决然 毕竟最差的结果 你也能挣脱红宝石锁链重生 反倒是我们晋升了 你还得继续受我的节制 对你来说 我们 失败说不定才是更好的结果 维系沉默片刻 忽然无奈笑了笑 都被主人你看穿了 你的所作所为 很难让我不这么想你 亚修说道 但如果 如果你告诉我 你不是这样想的 我说不定能破除对你的偏见 将羁绊等级提升上来 但我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维系抬头看着亚修 脸上再无女仆的羡美讨好 只于下幽魂 先知的平静 凡事想好退路 争取最大利益 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 我可是活了上千年的半神 历经三十重生 如果你觉得 我会因为责任或者感情 就不顾一切赌上性命 你也未免太高估 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也太低估 我对志向的执着 维系的手 轻轻按着亚修的胸膛 声音轻的 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 不是所有女孩 都想成为你的翅膀 主人 亚修 其实没多少惊讶 其实就算维系愿意说谎 他没法相信 他知道维系是什么人 也知道自己 不可能改变维系的本性 与陆起能低穿完时 只是 只是 我只是希望锁链能断开 维系说道 但你的命运 我还是希望由我来玩梦 幽魂 先知的善意 还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亚修轻笑道 但正因为如此 我信你了 就在这时候 亚修感觉到手里有些异样 一则消息突然弹出来 检测到与干员存在 特殊连接红宝石锁链 正在强化连接效果 提示 恶魔女仆的羁绊等级 临时提升到五级 亚修手轻轻一拉 维系脖子 立刻出现 被锁链扯动的精致响圈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 拉进亚修体内 与此同时 维系的虚异 燃起深邃的幽蓝烈焰 亚修也凝聚出 第四道幽蓝魂异 这就是至高色的权能 不是知识虚异 而是至高虚异 数法至高的界限 超越一切的色彩 维系兴奋地 在空中飞舞 沉醉在自己 不劳而获的庞大力量里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就算没有第五虚异 我都觉得 我已经超越前世的我 谢了亚修 他高兴地飞过来 亲了亚修脸颊一下 好像刚才说 狠话是其他人一样 亚修表情有些复杂 他应该说了 羁绊等级是临时提升吧 这家伙该不会以为 一次染色终生享受 不过这样一来 折异的亚修 也终于拥有了 背负地狱的资本 他仰望渊远黑暗的地狱 朝着即将压垮一切的绝望 展开最璀璨赤裂的羽翼 紫红剑意 粉金十亿 银灯光意 幽兰魂意 至高为雨 地狱仿佛也感受到 他们的挑衅 这一刻世间万物 都烟消雨散 只有铺天盖地的黑暗 席卷而来 走吧 亚修说道 地狱在等我们 世间所有踏入神之领域的存在 都屏息尽气凝视着这一幕 与其说这是一场试炼 不如说是这一场祭奠 一场凡人试图突破 虚境极限的祭奠 虽然地狱分成五部分 但每个地狱底部 都有四纵四横的交叉锁链 锁链剑系 沾满了盐 黑色的诡异藤蔓 当树狮接近的时候 这些藤蔓暴失而出 一旦破碎 便引爆里面存储的奇迹 亚修双剑编织出 墨痕剑网 轻而易举就解决藤蔓 但看到藤蔓 爆发的心灵奇迹 他忍不住有些诗神 维西那边藤蔓爆出来的奇迹 则是充满死气的死灵奇迹 这些藤蔓存储的奇迹 都是上一位 晋升术师留下的奇迹 这甚至算不上失恋的一部分 只是术师之间的问候 无论晋升者成功与否 这些藤蔓存储的奇迹 都是他们在现实里的最后创作 你们果然已经先走了一步吗 亚修呼出一口气 收起双剑迎向地狱 与昏暗浑浊的地狱相比 此时此刻的他们 确实璀璨 闪耀的如同天使 哄 在接触的瞬间 五人就被地狱的伪力 撞成最细微的积粉 魂消雨散 原来这就是踏入神之领域 亚修一直以为神之领域 跟白银境界一样 只是一种描述术法级别的词语 但当他的灵魂被粉碎成 最细微的例子 他终于明白 这句话原来就是字面意思 他变成神了 他的视线越过知识之海 时间大陆 梦想阶梯 红宝石山 他能看见六国大地的过去未来 世间万物 向他展示出最真实的形态 时间是连续的 所有例子都是一条流金盒 空间是无数弦构筑的物质 物体是弦震动的连衣 他还想看得更清楚点 更深入点 但他的术法境界不允许 他能看到的太多太多 但能看懂的太少太少 凡是被他看到的色彩 都流入他的身体 他就像是世界突然凹进去的深渊 善地追随他 恶地倾慕他 光明地渴望他 黑暗地也袭击他 他本来还需要利用色彩 重塑自己的魂趣 也就是筑起术法神殿 但当色彩汇聚过来 就自动沿着他的灵魂天国框架 开始重塑 这就是他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他术师都是在晋升过程里 构筑术法神殿 但他在晋升前 连天国雏形都准备好了 亚修缓缓睁开眼睛 他清晰感受到 背后传来 几乎能淹没他理智的恐怖压力 而唯一对抗这份压力的办法 就是无限扩张自己的虚意 直至自己能背负地狱 但就在他延伸虚意的瞬间 亚修忽然感觉自己 被色彩入侵了 剑姬的紫红色 魔女的粉金色 银灯的素银 女仆的幽蓝 当他的灵魂染上干原的颜色 他也感觉自己 在深入干原的灵魂 这种附距离的灵魂接触 几乎让亚修都忘记自己 还背负着地狱 亚修 哇 呀 呀 嗯哼 注意四一条横 亚修也反应过来了 其他术师延伸虚意 是朝虚境界树立界知识 因为他们的虚意本质上 连接着各层虚境 术师虚意延伸得越多 虚境对术师的意志 侵占得越厉害 所以术师 必须要进行四一条横 尽量让四道虚意 处于动态平衡 让虚境意志互相消磨 如此才能避免 自己成为某一层虚境的私有物 但现在亚修的虚意 是通过干原凝聚的 他的虚意 连接着干原的灵魂 而不是虚境 他要延伸虚意 就必须要掠夺 剑基他们的虚意 就当亚修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忽然发现 自己的虚意 在飞快成长 源源不断地树立知识 沿着虚意灌输到他的灵魂 亚修眨眨眼睛 发现干原们的虚意 都延伸到 可以背负地狱的程度 才意识到 自己想漏了 他的虚意 确实是连接着干原 但干原的虚意 也连接着虚境啊 借助剑基他们 作为没剑 亚修一样 能无限延伸虚意 而且 他们五人虚意共享 灵魂 借助亚修这个中转战 连接 事实上 他们已经是一个术师整体 普通术师 只能一个人 进行肆意调衡 但他们可以五个人 一起进行肆意调衡 更重要是 他们还有亚修这个缓冲池 其他术师 不敢无限扩张 虚意 虚意能短则短 最好就是 恰好能承受地狱的程度 因为他们害怕知识 如同泄洪冲垮自己的意志 但见机他们 可以将知识 转移到亚修这个池里 因此 他们甚至可以 让肆意保持相同长度 根本不需要进行复杂调衡 而亚修 也不怕被知识冲垮 灵魂天国 就是最好的大把 本来维希 给他的晋升建议 就是 直接将肆意扩张到极限 保持同样长短 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调衡 现在不过是让大家都 享受到这份福利 见机 他们好像 也意识到这一点 非常顺利地扩张虚意 轻轻松松 就背负住第一层虚境 亚修松了口气 等大家的虚意 都扩张到相同程度 他便通过心灵链接 提醒他们 可以停下了 他也一样 需要调衡 只是普通术师调衡的 是虚境意志的对冲 他调衡的是 干源意志的和谐 现在他的灵魂 已经被见机 他们的颜色 彻底侵占 紫红色 粉金色 银白色 幽蓝色 各占四分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亚修 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意志 不然谁的份额 多了 谁就能影响他的思维 一部分 挤压了其他颜色的空间 不等亚修说什么 粉金色 银白色和幽蓝色 立刻反映 剧烈对抗紫红色的入侵 但又很快互相征伐起来 他们以 亚修的灵魂 作为战场 上演着各种精妙的战术 联盟 背刺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 合纵连横 四一条横啊 亚修怒了 你们在干嘛 我九他们一也是平衡啊 索尼亚 平静说道 我要四 我至少要有四 迪亚嚷嚷道 我们姐妹这么多人 要四不过分吧 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四分之一 威瑟说道 再也没人 能抢走我的东西 实在 很难拒绝这个 能影响亚修你意志的机会 维西西西笑道 能抢一点是一点 喂 第1009章 地狱坠落 关于亚修的归属权 亚修自己是没有任何投票权的 就像战利品 不能决定谁能得到自己 拉拉肥 也不能决定 谁有资格品尝自己 虽然他也想大喊一句 大家不要为了我战斗了 但他害怕言语里的嘚瑟 会引起大家的秋后算账 出乎意料的是 在亚修心惊胆战的观战下 局势渐渐走向他最期待的画面 大家还是各占四分之一 原因也很简单 剑机他们打不过维西 在灵魂意识的战场上 维西的优势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小女生 所能抗衡 于是他们 只能合力 将维西赶到四分之一角 但 如果他们试图继续侵占维西的基础份额 维西就会对准他们最弱小的一个狂揍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份额最低的小妹妹 他们只能允许维西持有四分之一 然后局势就僵持住了 如果他们继续内战 说不定就会给维西可乘之机 而这几乎是他们最无法接受的结局 虽然说 无论谁的份额多了 其他人都无法接受 但如果非要排个许次 从好到坏 应该是魔女 银灯 剑机女仆 魔女 最好对付 战得多了 还能慢慢抢回来 而且 他是最能接受共享亚修的干员 根本不怕他独占 其次是银灯 虽然他多半有强烈的独占一员 但因为抱有负罪感 他不会阻止亚修拥有更多幸福 剑机就别说了 要是被他抢到最多份额 其他人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但他们三个最起码 是将亚修当成宝贝 当成宠物来疼爱 而亚修要是落到维西手里 那就真的是拉拉肥待遇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维西这个名 内奸的角色 并生生让索尼亚 他们这群反贼变回忠臣 要是全员反贼 那亚修今天高低地变成其中一人的禁卵 虽然不算是真正的肆意调衡 但亚修也感受到 术师晋升半神时的恐惧 术师从虚境获得的越多 虚境也占有了术师越多 付出是相互的 索取也是对等的 术师欠虚境的已经还不清了 而且 术师未来甚至还要从虚境获得更多宠爱 所以只能制衡四方意志 才能在夹缝里维持自己的自由意志 不然就只能成为其中一方的所有物 不愧是半神晋升仪式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人生哲学 亚修感觉自己又从虚境学到了不少 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插曲 因为真正的挑战 现在才开始 邪风尖笑 空气被摩擦出狂怒的黑炎 第二重地狱 以近乎审判的姿态重重落下 带来了赫赫风雷 第一重地狱 发出近乎哀鸣的声音 超乎想象的伟力 将他们五人的灵魂 再次崩散最细微的例子 所有思绪都粉碎成 近乎虚无的信息流 亚修还没失去自我意志 但他已经无法思考 只能茫然地观察世间万物 他与世界融为一体 无法抽身出来 过去的记忆与感情 就像是神抹在他嘴唇上的蜜糖 只是无足轻重的一时之味 与永恒久远相比 不值一提 他要融入这个世界 调和出新的色彩 为万物制定新的法则 但就在他走上 无可挽回的神灵之路时 每一片灵魂的甜美苦涩 在一点一点晕开 他的意识焕发神采 他不再被色彩吸引过去 而是色彩凝聚过来 亚修再次凝聚出魂区 紫红建议背负第一重地狱 粉金十亿背负第二重地狱 跟上一次相比 他的魂区更加凝实 里面的灵魂天国 开始出现各种山巒江河 浊气下沉 氢气上升 剑姬 魔女 威瑟 维希 我没事 索尼亚的声音有些虚弱 我也 迪亚颤声回道 没问题 威瑟说道 不对劲 维希的急躁声音沿着 虚异传过来 每重地狱对灵魂的锤炼程度 应该是相同的 但现在第二重效果 居然比第一重强烈这么多倍 要么这是多人晋升 才会遇上的机制 要么是 虚静在针对我们 虚静针对我们 别以为虚静真的可以愚弄 我们想帮你晋升 结果虚静直接对每个人 都降下五重地狱 现在 你帮我们近乎取巧地 完成四一条横 虚静 怎么可能 让我们那么轻易 就晋升半神 神主到世界蜜语 日夜天浅 缠绕 半神到地狱之时 命悬挑战之下 术师俱四色虚异 虚跃万里海 走万里路 过万层梦 站红宝石山 维希声音庄严的 就像是在朗读法典 想要得到什么 就必须付出什么 这就是虚静唯一的法则 如果我们没付出什么代价 那我们本身就是代价 但亚修你可以放心 因为 我们就是你的代价 空间如诸网军炼 红宝石山在这一刻 崩裂成无数岁块 亚修 他们根本感知不到 第三重地狱的落下 因为他忽略了时间 空间 伤力 这些微不足道的阻碍 如同无遮掩的恶意 直接降临他们的时间线上 这次亚修丢失 意识的时间更加漫长 直到灵魂天国里的感情记忆 慢慢复苏 他才从神之领域里挣脱出来 他根本来不及 关注后面的地狱 意识沉入星海 通过虚意连接 寻找其他人的身影 在星海之上 他看到四个如梦似幻的奇观领域 燃烧着紫红烈焰的剑种荒野 矗立在流金海上的宫殿 银灯明亮的旧城废墟 以及绽放着幽兰蔷薇的花田 亚修的心坠向深渊 所有声音都离他远去 眼前的色彩化为灰白 那些将他从神之领域拉回来的思绪 如同灼热的烙铁 狠狠印在他灵魂最柔软的地方 他们没有从神之领域回来 只要你得到什么 那你总要支付代价 或许是你的人生 或许是他们的所有 如果有人能不劳而获 又有谁会相信世间的公正 亚修不再主动吸纳 色彩昏昏沉沉地融入世界 任由地狱审判他的罪念 但色彩还是主动涌入他的魂区 他感觉自己的双手被轻轻拖起 萤火绚丽的烟花在他的心海绽放 耀眼的光线 就像是一根根触手可及的丝线 你是我的触觉 思念是你的全能 亚修抓住这些丝线 脑海里浮现他们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这次不是他们侵占亚修的意识 而是亚修主动成为 他们可以停留的归宿 只有这样 他才能用思念 将他们从神之领域找回来 随着亚修的拉扯 势烈的紫红烈焰 凝聚出索尼亚的身影 粉金海洋的宫殿王座 巨献出迪亚的轮廓 无人的就成废墟 出现微色的影子 幽兰蔷薇的花瓣 汇聚成维希的人影 他们茫然地睁开眼睛 慢慢才脱离神之领域的影响 你居然能叫我们拉回来 维希难难道 我还以为我要变成神灵了 但这只是第三重地狱 亚修 你还能救我们多少次 无数次 亚修斩钉截铁说道 我是第五助神的处决 执掌思念的权杖 我不会让你们迷失在神之领域 维希沉默片刻 忽然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 但如果你的力量 无法兼顾所有人 那权力就一个人 说不定 他没有说下去 但意思大家都明白 剑机 魔女 银灯都默不作声 就连维希也没有说出 贪生怕死的话 亚修没有许下任何诺言 但他那颗烙铁刺痛的滚烫灵魂 每分每秒都在温暖 他们心中的胆怯 最疯狂的术师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虚意 最绝望的怪物 也会珍惜自己的灵魂 所以 他绝不会放手 再令人窒息的沉默 第四重地狱 悄无声息的坠落 轻柔的 就像是枯黄的落叶 他们没感受到任何重量 但他们 还是瓦解了 因为降临的是 淹没知识的黑暗 抹出一切痕迹的渊源 描述他的文字 全扭曲 提及他的 书页都皱缩 讲述他的故事必终结 这次亚修 花了更多更多时间夺回思绪 他几乎立刻坠入心海 拉动思念思线 但无论 他花了多大力气 用了多少记忆 还是没法将他们 从神之领域拉回来 地狱将他们的意识瓦解到 连思念都无法触及的卑微 他就像在身处 漆黑世界的中央 再怎么伸手 都无法从黑暗 夺回自己的东西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亚修从口袋里一掏 拿出两枚 泛着袖记的白银币 死狂剑技的白银币 他紧紧抓住白银币 直至其融化成两条死线 他朝着虚空死命一拉 再次将索尼亚 从神之领域 拉回到他身边 亚修继续掏口袋 碰到尖锐的东西拿出来 发现是一堆破碎的镜片 黑白魔女的魔镜碎片 他抓住魔镜碎片 明明是在意识心海 但他的手 还是被割出血 血液沿着思念丝线流淌 化为滔滔血河 如同女皇行走的红地毯 从神之领域 将迪雅接回来 永夜银灯的随身镜 亚修的手穿过镜面 直接抓住微色的手 将他从神之领域抢回来 最后是 亚修看向幽兰蔷薇的花田 摸了摸自己口袋 才发现自己 根本没有维系的羁绊物 是啊 像幽魂先知这种 活了千年的半神 他怎么可能 有心灵弱点 怎么会将自己的心 寄托在死物上 他是没有悔恨的怪物 记忆与感情 只是他人生路上的 踏脚石 只要能接近理想 就算死了 他也心甘情愿 老无希望的苟且偷生 反而是他最不耻的堕落 他只为自己而活 亚修可以支配他的灵魂 但永远没法得到他的心 或许这也是亚修 跟他没法提升羁绊的原因之一 他们都不愿意交换彼此的人生 亚修只能无可奈何地奋力一搏 然而就在他的权力拉动下 维系居然一点一点 从神之领域里挤出来 并不是他的思念拉动 更多是维系抓住他的丝线 拼尽力气逃出来 就像是抓住丝线 从地狱逃出来的恶魔 亚修甚至能从丝线里感受到 他断断续续的混乱思绪 我一定要 登上至高王座 谁也不知道 他在神之领域那种无意识的状态 是怎么保留自己的思绪 甚至还能回应亚修的思念 亚修从未想过 自己会钦佩幽魂先知 但此时此刻 他既喜悦于维系逃出神之领域 又钦佩他超乎想象的意志 更恐惧他连地狱都无法粉碎的欲望 如果我死了 就必须带着他一起下地狱 历经半年的同生共死 亚修这个想法 非但没有衰弱 反而越加强烈 他是维系的战友 也是维系的囚龙 也将会是维系的结局 不过现在 他还是满怀欣喜 迎接维系的回归 你是不是忘记你的思念 会传达给我 维系的笑声悄然响起 但我并不讨厌 你满怀杀意的思念 因为我也一样 我们一定能通过地狱试炼的 迪亚古武道 我们已经背负四重地狱了 也就是说 还剩下两重 但我的虚异都用完了呀 只会有五重地狱落下 没有第六重地狱 维系说道 第五重地狱 可以用灵魂或者神灵来背负 本来我的灵魂 底蕴足以背负第五重地狱 但现在 应该只有亚修 能背负第五重地狱了 我虽然有五道虚异 威瑟说道 但光凭现在的我 恐怕 不过就算我的自我意识消失 银灯神灵 还是会遵你为主 亚修 你不要将它忘记在黑暗森罗 那就召唤神灵 亚修认真说道 你们尽量延伸虚异 尽可能汲取虚境知识 召唤神灵 我会护住 你们的自由意识 不会让你们迷失在知识洪流 相信我 他说道 也相信自己 众人沉默不言 但见肿平原的紫红烈焰 开始沸腾 流尽海洋掀起海啸 银灯旧城开始崩塌 幽兰蔷薔薇花田 刮起阵阵花浪 术师就是要相信奇迹 既然背后并非一无所有 那就无所顾忌大步前进 哪怕眼前 就是万丈深渊 亚修 索尼亚轻声说道 我没有后悔 当第五重地狱落下的瞬间 四人的虚意延伸到极限 无穷无尽的知识 沿着虚意灌注到亚修的心海 他们在亚修灵魂占据的 总份额达到绝对的100% 亚修的意志 连容身的缝隙都不复存在 彻底淹没在他们的思绪里 第1001十章 现在我是主人 成彻纯净的蓝天白云下 是无穷无尽的尸山血海 视线索及的地平线内 皆是披肩直锐的巍峨大军 数以百万计的术师 双手带着镣铐 脖子带着项圈 带着紧紧露出 口部的最乏头盔 列队成军护卫至高无上的王座 就像是一座座沉默的墓碑 邪龙们 端坐在由骨头构筑的高台上 如同一面面 旗帜 他们 没有身为龙肿的威严 只余下暴力的疯狂 浑身上下 被武装到牙齿里 背负着大杀伤性的奇迹 冲谢 他们既是冲锋的死士 也是护卫王座的盾牌 有时还是孤注一致的筹码 在人头骨筑起的金冠之上 在明亮温暖的阳光之下 坐立着精美而血腥的至高王座 维希 坐在上面 欣赏着他统一的世间万物 这就是维希灵魂最深处的渴求 亚修看着眼前这一切 丝毫不奇怪 维希会创造这样的世界 他本就是不相信人性的恶魔 如果他能成为数法至高 必定会用灵魂神迹 支配众生的灵魂 用杀戮 助其恐惧的壁垒 将全世界所有术师 都化为他的军队 镇压所有反对自己的逆臣 他从未想过造福事件 他只想集万千尾利于一身 奴役众生奉养自己 这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人 天生就是暴君 是恶魔是狂徒 哪怕他也会畏惧残暴的结局 但还是会追求残暴的欢愉 他这种呃太久的浪 是永远都填不饱肚子的 但偏偏是他成为了干员 偏偏是他帮自己 越过了那么多生死 偏偏 亚修叹了口气 思考怎么帮维希召唤神灵 擦拉 随着锁链的扯动声 亚修忽然被拉了过去 跪在地上 他抬起头发现 自己来到了王座前面 维希手里拿着锁链 正细血地看着自己 而自己脖子上戴着项圈 很显然 他居然也在 维希灵魂深处的渴求里 而且他们俩的地位 恰好与现实相反 不过亚修也不算很惊讶 他对此早有预料 粉嫩可爱的狱卒 从长袍下伸出来 脚尖轻轻抬起亚修的下巴 维希左手撑着脸颊 像看宠物一样俯视他 天 算了吧 让他被地狱砸死 或许能让数师世界的 道德平均水平上升一大截 亚修没好气 撇过头 心想 维希召唤神灵的契机在哪 但维希反倒不乐意了 手里一扯锁链 亚修像拉拉肥一样 被拉到他怀里 就像是躺在暴君怀里的妃子 他神色一寒 冷声说道 我现在是数法至高 你居然还敢不听话 你还以为你是我的主人吗 但下一秒 他又扑斥一笑 丝丝妩媚流淌在眉梢 他伸手沿着亚修的衣领伸进去 娇俏可爱的 比任何时候都不像幽魂 先知 你当然是我的主人 就算现在是你被锁链锁着 但你依然是我永远的主人 这家伙 原来这么喜怒无常的嘛 亚修开始感受到 维希到底给他那个时代的术师 带来多大的恐惧了 主人 那 维希撕下葡萄皮 用口叼着葡萄送过去 亚修本来想避开 但他脖子上的锁链 控制住了他的反应 让他只能乖乖承受 维希的宠爱 葡萄汁水在唇间爆开 沿着嘴角流淌滴下 维希拉起锁链 让亚修不得不昂起脑袋 然后他沿着水痕舔下去 当看到水迹滴到衣服里面 维希用嘴巴解开钮扣 轻吻 沾了甜味的肌肤 仿佛他真的是亚修的女仆 你总是不喜欢我亲近你 维希凑到亚修耳边 普希吹得亚修的耳垂痒 因为你害怕你 成为我的奴隶 但你逃不掉 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 维希拉动锁链 让亚修埋在他怀里 和平还是尊严 活着成为你的奴隶 还是死了成为你的奴隶 亚修还记得 他们初次见面那次谈话 不 维希笑道 和平是你成为我的奴隶 尊严是我成为你的奴隶 我已经是数法之高 再也不怕失去东西 再也没人能欺负我 我们有无限的时间调整 我们的关系 如果是你当主人比较有意思 我也不介意 亚修有些哭笑不得 就这点追求 但就算你不是数法至高 好像不影响什么吧 世间美好的一切 终将会烟消云散 维希摇摇头 我的种族 我的国度 我的时代 我的过去 当我在梦中 天国睁开眼睛 一切都被时间遗忘 我们孤独的诞生 也将会孤独的死去 只有坐上至高王座 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我的所爱才能永恒 我才能无所顾忌地活着 再也不需要体验任何 撕心裂肺的痛苦 亚修愣愣看着维希 他想过很多维希追求力量的原因 统治世界 永生不灭 穷极竖法的极限 但他没想到 维希的原因 居然朴素幼稚的令人想笑 他怕死 不仅仅是怕自己死 他还怕自己在乎的东西死 所以一切都要为力量让步 因为他理性的近乎怪物 他知道 只要自己一天不成为至高 无论他在乎什么喜欢 什么都会消失 反正都会死 那还不如成为他的筹码 无论友情 爱情 亲情 自尊 还是道德 只要能换来力量 他会毫不犹豫献祭到祭坛上 只有在追求力量的道路走到尽头 只有登上至高王座 他才能活过来 他或许明白烟花的美 但他已经无法满足一瞬间的美丽 他宁愿错过所有欢喜 也不愿意感受失去的悲痛 在残暴自私的幽魂下 藏着动名世事的先知 为什么是我 亚修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你做过我的主人 因为你对我出言不逊 因为你就过我 因为你没放弃我 维希抚摸着锁链 理由有很多很多 但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理由 而是我的心情 你是我重生后 他扬起眉毛 眼波变得明亮起来 第一个我希望不要死的人 亚修眨眨眼睛 不是狠心 心想 维希该不会能控制自己 灵魂深处的潜意识吧 维希看他的反应也不生气 说道 你之前不肯迷上我 不就是因为 我不肯将心交给你吗 也不仅仅是 那现在 我将我的心给你 你也要将你的心给我 亚修一正 怎么给 他看见维希伸手过来 还以为自己 要被掏心了 但维希的手指 只是轻轻划过他的胸膛 他的手也被维希抓住 沿着沟壑 划向他的心脏 不对 我是来帮你召唤神灵的 不是来 然而当锁链拉动他的项圈 亚修根本无法反抗 只能如同讨好暴君的宠妃 在王座上躺进维希的怀里 现在 我是主人